又跟rcard的小一點 所以那就是俊文你再試看看吧 冬夜跟你的設定不一樣就不會容 也許是這樣吧 好 然後另外一個是那個新的dpa1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 是單元素的圈你都拿掉了是不是 呃對所有material project都拿掉 OK好吧 那現在這個密度實驗有 這個密度的值嗎 呃密度 對 的值 你這個配方的密度值 喔有有有 那現在的密度 有沒有 差不多 因為投稿或是你在口試的時候人家最喜歡問 就是說你怎麼驗證 就可以跟實驗一樣 我現在都是看那個tension 就是看到tension在多少會斷掉 然後這個適能是因為他在tension斷的那個值跟 之前paper的那個值 一樣28gpa 然後密度 最主要比對 平衡結構的密度 有沒有差不多 密度我還沒還沒去看 密度在 來 來俊文你比對一下跟我講一下 喔好 看跟實驗值 他多到 我再去看一下密度放在哪裡 然後另外一個是新的那個dpa1的結果 對 就是我把他拿去跑lamps 然後我跑elastic跟tension 然後他的 他的子跑出來很奇怪 他的 dpa1的子跑出來他的那個 c會變得超級大 就是每個字會變得超級大 理論上這個應該 610吧 然後這個c44才180 然後他跑出來的人 還蠻奇怪的 所以那個dpa1的可能 可能要再調那個腳本 不然就是他那個 可能訓練的時候有問題 之類的 因為對他理論上不應該通過這個 這個這個 然後tension的就直接 直接直接掛掉 所以dpa1反而不好 對dpa1算出來的值很怪 就是這是拿dpa1的4能去跑tension 然後他是跑了一步之後就 就卡就掛掉 所以對現在還我現在拿舊的就是傳統的那個SEA的4能去測lamps 嗯 就是dpa1的可能還要在 可能免法 現在還可以免法用 嗯 然後 對 差不多就這樣 OK 他同意也是用dpa1嗎 沒這個問題 然後這是這禮拜的paper 然後這一篇paper是去看 高商 陶瓷膨化物 然後反正他們就是拿這些金屬元素去做 五元的高商陶瓷膨化物 然後總共做了56個出來 然後這是他的結構 就是這個高商陶瓷是HCP的結構 就是六方金系的結構 然後 就是對 反正這邊是他可以碰的設定 就是18乘48乘4 然後他們是拿 那HCP他的原子怎麼安排啊 原子 他是 他的施意圖只有怎樣 就是 一個金格然後中間有兩顆 碰原子在裡面 他是說六方金系 但我覺得這是不是HCP的結構 就是 不知道是不是 他分兩個group 那這個 兩個group是 什麼樣的 比如說 L12啊 或是ROCKSOP 或是B2 這種有兩群的 那他這個是怎麼排出來的 有晶體結構是這樣 因為他只有放這個圖 我不相信他的那個 碰原子 到底是在 就是這個 晶體中的 哪一個位置 他有指名是HCP嗎 還是 特殊的結構 看一下 等一下喔 我記得他只有寫到他是六方金系的 但他沒有實際寫出來說 他到底是哪一個空間群 或是哪一個 就是實際上的 那個結構 因為HCP有很多不同的 變體 他沒有寫說到底是哪一個 變體 就是他可能不同的空間群 都會被歸在HCP 然後可能是其中 屬於其中的空間群 這個我可能再去問一下 那個GPT吧 就是問這個到底是什麼 然後 他們是用那個 CSTP 這個去跑 就是DFT的部分 然後他們用了兩個 不同的模擬方法 一個是 SC method 另外一個是VCA 然後這個方法就是 我們現在在用 就是創一個很大的結構 然後讓他replicate 去算 然後這個VCA是 他金屬原子的部分 是取五個金屬原子的平均值 去算說這個結構 到底是 就是他的性質到底是 然後他說VCA 可以比較 就是可以比較快 就是算比較快 然後可以去比對說 就是跟實驗的差異 差異到底在哪裡 然後接下來是說 他說對於這種 晶體結構 他需要用到五個 呃那個 那個 Need that state constant 就是這五個 然後像 傳統的Symbolcubic 只要三個就好 嗯 然後他下面有去算 就是其他的一些機械性質 OK好 欸有跟實驗比對嗎 呃 還是他這材料是設計的材料 他是說他總共做了56個 然後有14個材料是被 有是有被實際合成出來 然後另外42個是 他這次裡面有預測說這些材料的性質 但他沒有被合成出來 嗯 然後對反正接下來他們去看他的穩定性 然後這個是 化學能穩定性的公式 然後去看說就是他有沒有穩定 然後結論就是都可以穩定 然後另外這個組成是 所有裡面最相較資料最穩定 嗯 然後另外一個是那個金格常數差 然後這個這個的只要在6.6排內 然後所有56個都是在6.6排內 所以就是都可以穩定 然後另外一個是熱力學性質的穩定性 然後這個一樣是用幾乎是自由能去看 然後反正這公司大家都用的一樣 然後另外這個就是這個 Omega就是去看說 因為這個這個東西要是負的 所以這個 ΔHS扣掉T Smix 一定要一定要是 就是這麼講 後面這項一定要帶到前面這項這個 高商固容體才會 就是才有辦法穩定 然後這個就是去判斷說 它能不能穩定 然後這個TN是去 它就判斷說在 它的熔點去判斷說這個值 就是 到底是大魚還是小魚 然後就是它跑出來的結果 就是 呃 對 所有的高商 所有它做出來的56種都是可以穩定的 嗯 然後 然後接下來是它把這些值化成 圖 就是三位的空間圖 嗯 然後接下來是他們用剛剛說的這5個 常數去判斷說 呃 它們合成出來的56個 呃 高商陶瓷是不是可以穩定 然後判斷條件在下面 然後基本就是都可以穩定 然後另外它們有去看說 就是這些 呃 高商陶瓷的熔點 然後大概都在3000K左右 然後另外就是這個組成的比例會比較高一點 在3161K 嗯 然後接下來是 那麼去看 就是算 呃這三個 這56高商陶瓷的 就是三個魔術 彈性魔術 減切魔術 跟體積魔術 然後右邊這個是去判斷它的普通比跟它的一個叫做B出一句的值 然後這兩個值是用於判斷說這個材料是萃性的還是鹽性的 然後這個只要小於0.26 這個只要小於1.75 它才會是 萃性的材料 然後它算出來就是所有的 所有的56種高商陶瓷都是萃性的材料 然後這邊再說就是 這種它發現這種比例的槽子有最高的 Buck modules 然後另外就是 這個比例的就是有最高的Share modules 接下來是他們去看它的那個微視應度然後 呃KIC是 呃斷裂韌性跟它的零件能量施放率 然後這邊這邊的重點是 正常情況下來講這個HV和KIC是成反比 就是它如果越硬的話它對就是斷裂韌性的 能力就會越弱 但是他們做出來的 呃是 就是這兩個是成正相關 就是如果它的 微視應度越強 那它的斷裂韌性也會越高 然後它的那個 微視應度是用這個工具去算 之前好像是用其他工具 我先就是因為這個材料管理他們才換成這個工具 OK 然後 對這個剛剛講過 然後這些 喔這個是他們是看說就是它的架電子濃度和 就是這些機械性質的關係 就是看它有沒有就是呈現正相關或是負相關 然後結果是有 然後他們會做這個原因是因為之前有人啊 一樣是做高商碳化物 然後一樣也是去看說它的加電子濃度和就是這些性質的關係 所以就是這個條件在蓬化物上面也是成立 然後最後面是他就去看說它的那個 電子 電子密度 然後一樣是去看 費米倫街附近的 那個 高底就是如果費米倫街附近越低的話就代表說這個材料是越穩定 然後對他們發現他們是比較這三個材料的然後它的結果跟上面這個用化學能去看的結果是一樣的 就是越低的話就是越穩定 然後對差不多就這樣 好 欸據問你Label有高溫嗎 呃現在Label是從10KLabel到301-10K 好那 然後跑100萬度 放出來高溫的它 會溶嗎 高溫的它現在 它現在還在跑耶 因為我昨天 怎麼講我這個 Label用LAMS去Label嗎 對 就是 呃我這個周末我丟但是因為我把那個Thread12它的那個記憶體會爆掉 所以我昨天下午又撒上去 跑 就是Thread12的設施 然後 對反正它現在還在還在跑 還沒有半筆跑完 就是可能等明後天如果有跑完我再去看說 就是它到高溫的時候到底會不會溶 我差什麼都就是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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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